这个好像就是了 就是这个 这里是能工购票 然后换这个购物购票 这个 这个 大家好 我现在还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 今天我要准备去行山 从马六甲去行山 大概要三个小时 所以现在我从我的亲女出来 然后先去坐17路公交车 到马六甲车站 这次我在APP上预定了车票 我看一下车票 到那里需不需要换纸质车票 如果需要换的话 那以后还是在车栽买票比较好 如果不要换的话 那我就可以一直在APP上买票了 行 现在去 从这个牌坊这里出来 然后到这边来坐车 跟上次坐车的地方不太一样 就跟上次下车的地方不太一样 我差不多走到这个路口这里了 这个好像就是了 就是了 就是这个 就这个 哦 哦 OK OK 我现在已经上车了 这个车票是两块钱 我上次来的时候 那个司机收我两块钱是对的 这是他没有给我车票 但是车价 票价是两块钱是没问题的 当地人是按照分段收费的 他坐到哪里是多少钱 这样的 这个车子还蛮干净的 现在还挺空的 明天他们就放假了 所以今天的车上不是很多人 到明天可能会蛮多人 是这样的 然后我刚刚坐车 坐到马罗那边去了 因为他们这边坐车是怎样回事 他们是靠左行驶的 不是靠右 所以呢 我刚才上车等车的时候 我一下搞混了 在那边等 还好这个司机看到我了 所以他在停车停了 等了我一下 所以我就赶紧跑过去了 所以你们一定要记住 马来西亚这边是靠左行驶 不是靠右行驶 所以你们等公交车的时候 一定不要按照中国的那种思维 很容易搞混 马来西亚泰国都是这样的 他们是按照英国的那种标准 包括坐电梯也是靠左 正常就这个样子 现在坐车 我先去到通名网去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票 是不是要打印支持车票 如果需要打印支持车票的话 以后那就只能在发展通名网去买票了 如果不需要打印支持车票的话 那我以后可以用APP直接的APP上买就好了 行 现在准备出发 这个就是从脑子去出来 公交车上挂了马来西亚的国旗 应该是为了清除他们开载节 两天假日 挺干净的 车站也挺干净的 车子到站了 现在准备进去 公司从这边应该从那个地方去 那边 这个车站还算蛮大的呢 让他去看一下需不需要只支车票 这个车站我感觉就像一个大巴扎 我找坐车的地方 找到这个麦当劳 然后麦当劳往前走 这里是能工购票 然后换车票的地方 然后这里机器换票 机器取票换票的地方 还是得换票换几只支车票 所以以后我还在车站买票就好了 要不然的话 如果你在那个那个 App上买票之后 你还要来这里再换一次车票 浪费时间 而且换车票还要交钱 交多少 反正我是给了他一块钱 他找了我一些零钱 反正要交零点 反正就几十那个cent了 几十分吧 反正要交钱就是 所以你还不如直接在那个车站 自己在机器上买一张票就好了 机器上买票操作也很简单 大致的流程 我给大家拍下来 你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你先要选择你要去的那个城市 然后呢 然后选时间 选完时间之后呢 然后他就会列出一大路的那个车 车子的信息 他一般是按时间排序 然后你可以选择 离你时间最快的 价格最便利的 你最好从App上确定一下 大巴公司选哪个大巴公司 选好之后呢 然后选座位 选完座位之后呢 然后你就输入你的那个姓名 啊电话号码啊 不照不照号码啊 选输完这些信息之后呢 然后点击下一步 然后付钱就可以了 付钱 他有的地方是支持cash 有的地方不支持cash 你可以要用那个take and go 所以你要看清楚 如果不支持cash的话 那你就选那种支持cash的那个机器 然后呢 实在不行 你找人工买票也可以 这个地方也有人工买票 这个人工买票也很方便 反正不管怎样 你最好在去之前 在App上确定一下 确定一下那个站 你要去的这个城市的那个大巴的那个公司 以及那个时间 然后还有价格 你选好了之后 然后到这个车站这个地方来买票就可以了 反正怎样讲都挺方便 最好还是不要在网上买卖了以后 你还要到这里打印几支车票 还得加一个钱 我觉得划不来 就这样最好的 现在我就等车了 等车准备去JV了 getc 到这个地方 save and edit 这是后车的地方 这个后车试也不错啊 这个后车试也不错啊 拿在这个地方getc 啊 这个就有了 不对啊 对啊 这个这个 这B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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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最后一个倒数第二个 现在已经上车了 但是这个车外啊 人在下雨 这车床上还有雨 这就是区域新山的车 是一排三个座位的 还不错吧 这个票价是20块钱 21块钱 OK现在出发了 再见了马路加 准备睡一觉 睡醒了就到新山 这车在中途它会便宜一下 然后买了一瓶甘蔗水 5块钱 这个地方也可以去用沉洁 还是挺方便的 然后买了一瓶 好 还要来 吃一瓶 重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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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已经到新山大巴车站了 然后我要去坐公交车 坐CWL线 我要找一下在哪里 就这辆车CWL 我现在已经上车了 然后这个车的票价是1.2 但是不是CWL的车 是T10 CWL的车它是去新加坡的车 所以谷歌地图上显示的路线其实并不是很准确 所以不论去到哪里 我还是问个当地人 我要不是问了当地人也不知道 所以谷歌地图你不能传信 你还是得问一个当地人 所以问了当地人 你坐车能够比较方便一点 然后这个就是新山的公交车 蛮干净的 我现在已经到了 现在准备去我的青年旅社 新山这边的公交车还是挺不错的 就是你要去哪个地方 你告诉司机 司机就会把那个票打出来 打出来以后 你就直接付CASH就可以了 你这张票价是多少钱 你就付多少钱 这个还是挺方便的 如果你有当地的卡 你刷卡也是可以的 没有当地的卡就跟我一样 付现金是OK 没问题的 只要你告诉司机 你要去哪个地方 你不知道怎么说 没关系 请你把那个谷歌地图给他看一下 根据谷歌导航来也是可以的 谷歌导航大部分都是正确的 但是也有不正确的时候 所以呢 就是你最好还是向当地人确认一下 尤其是这个站点啊 就是站台 就是它站台 你是看不到任何巴士的标志的 所以你根据谷歌地图导航 到了那个地方之后 你什么都看不到 你不知道那是一个站台 很多情况下都是这样 除非大站 那才有站台 小站就没有 所以你就得问一下当地人 问一下当地人 是不是在做这个车 要不然的话 你根本就不知道 确实还挺麻烦的 基本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了 其他的就暂时没什么了 整体来讲 青山这座城市 给我的印象还是相当不错的 明天开始呢 我就要正式探索这座城市了 行 今天这期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 那咱们明天见吧 拜拜